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温哥华 Tony先生 我是温哥华的Tony 去年我搬了家 搬了家以后呢就想买一个摄像头 那现在中国制造越来越好了 然后现在朋友的推荐呢就想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是国内海康卫视生产的银食 银食呢有好几种 今天呢正好是Black Friday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呢跟国内京东价格差不多 那与其回国买不如现在就买了 安装都比较的方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吧 Black Friday的促销价是税前每个29.99 和京东的价格差不多 我们果断拎回来几个 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盒子呢 我们发现里面有两个小盒子 一个呢是摄像头 非常的轻 另外一个是电源线 非常重要的 还有在墙上安装的金属原垫 因为这个摄像头底座有细铁石 这也是我购买的原因之一 安装比较的方便 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有这种电源线的摄像头 分量特别轻 可以随手就可以放在冰箱的表面上 电源线插在这个下方的一个插口上 另外你看见的那个插槽呢 是可以放那个小型的SD卡 特别人性化 插上电源就可以开始配置了 底座上有个二维码 安装的时候需要扫描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扫描二维码 添加安装折像头 在设备以通电上打勾 选下一步 确认有蓝色指示灯 打勾 并下一步 确认附近有路由器 就可以打插 把它取消掉 点击下一步 正在与你的摄像头进行连接 连接成功 摄像头添加完毕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 需要保存设备二维码的话 点保存 可以查看设备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七天免费的云存储 我就直接跳过了 不过你要有这个需要的话 好像也不贵 最多一家四组镜头的话 一个月是399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栏目 如果您对我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点赞并评论一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或了解说我生活的国家 生活的地区 您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尽量可以拍一期节目 给您看一看 疫情期间呢 请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 愿我们大家都顺顺利利 通过这个2020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